2021年5月中旬 这场森林大火从地面到空中 大家用尽方法救灾 直升机洒水灭火 来来去去飞了好多趟 地面人员在山上待了好几天 背着水爬山救火 终于5月27号控制火事 事后追查发现 这场火原来是前NCC专委乔建中 跟四位朋友登玉山八通关眼营 吹煮酿灾 案经南投递检起诉 地院依审判决出炉 乔建中跟朋友等5人 因窃取森林主产物 各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并可罚金60万元 是认为说乔建中等人 在露营的时候 为了生活 然后检取相关林地当中的残财 去生活 那这个部分认为 不是只有回损的翻译 而是有不法所有之意图 所以有窃取森林主产物 不过根据森林法第50条 窃取森林主赴产物者 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何一廷在量刑部分取其轻 最终失火后 仍有通报相关单位去处理 那森林也具有一定的回复可能性 跟他们这样检取残材去点火 毕竟跟一般猴山老鼠 故意窃取大规模的森林 去滥罚森林的那个程度有别 所以何一廷是动用到59条 帮他们减刑 另外桥建中等5人 失火烧毁国家森林的部分 则分别被判2到6个月徒刑 得一颗罚金 山林大火一共烧了12天 延烧面积79.7公顷 动用了近千人4人力 83架自直升机 而且大量珍贵的台湾林墓 被烧毁损失惨重 当时的林务局也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向乔建中等人求偿 新台币2亿8千多万元 目前由南投地院 民事挺胜利 TVBS新闻陈家贵 陈其军红采论南投 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新闻网址 冠冠军